赛事选手技巧全收录第七期 转点版点位 之前的话已经出过一期关于转点版的介绍 这期视频的话 主要和大家聊聊在游戏中那些转点版的点位 它们都有些什么共同点 而这些提前放下的板子 对后续遛鬼起到什么作用 根据我的游戏经验 这些转点版的话大致可以分为两种 第一种的话是离我们休息点位很近的板子 就是那种走两三步就可以到达的板子 这些板子提前放下来之后呢 如果后续监管者传送过来的话 有利于我们翻版加速进行拉点 进入到下一个点位 典型的点位的话有圣星医院女神像那边 通往小木屋飞尸的板子 其次的话还有大门三板可以拉点至大门或者进鸟龙的板子 像军工厂这边的话也可以是小木屋角落位置的板子 然后再说一下第二种 这类板子的话一般不在密码机附近 又或是较难博弈的短板 又或是多板区域中的短板 这些板子的话一般是路过时可以随手放下来 以便后续遛鬼时 可以当做一个转点板使用 区里的话有军工厂人黄姬往小木屋的路途中的短板 又或是人黄姬去往大房池的板子 还有我们夜亮和公园常见的鬼屋板子 其实上述转点板点位的话大致可以总结成 对板区博弈的话没有太大用处 且周边的话有更好博弈的板区 那些相对不好要圈博弈的板子的话都是可以提前放下来转点板 大家的话可以在实战中多多思考挖掘 好的以上的话就本期视频内容 喜欢小伙伴们可以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